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神给我们再有机会一起实体 一起来到去敬拜上帝 每次都是恩典 每次我们都感谢上帝 我请大家同学在一起祈祷 我们同心仰望着 天地的主 永恒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 我们可以到你的面前敬拜你 请你为我们的阿爸父 主我们真是知道 我们是你的儿女 是蒙你所拯救 是属于你的儿女 主我们今天敬拜你 也都承认你是我们天上的主 我们祈求天上的主 你保守我们信靠你的心 在我们一路读你的说话的时候 赐下你宝贵的圣灵 叫你的说话进入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在今天在世上生活的时候 或者面对不同的困难 但仍然懂得去信靠你 让我们阿天能够在你面前 齐集敬拜你 在天家与你相会的时候 使用我们会欢喜快乐 来歌颂你的恩惠 歌颂你在我们身上所成就奇妙的事情 我们今天等候 要有望着自己 圣灵的恩典在我们心中 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圣明祈求 阿们 今天跟大家思想的题目 是川上谦卑 清醒 坚定 特别说到信心的坚定方面 当然我们大家基督徒 弟兄姊妹都会体会 基督徒人生 有重要的追求方向 我想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向 就是我们一生的 骁徒人生 是学习 福在神大能的手下 谦卑的 福在祂大能的手下 当主耶稣就快离开世界的时候 大家会记得 祂和祂的门徒 很清楚说一句话 祂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 但你们可以放心 因为我已经得胜世界 主耶稣很清楚 很直接地说 每一个属神的人 在地上会有苦难 我们也有不同的经历 或者我们也会经历过一些病患 带给我们的辛苦痛苦 又或者是一些人 他们做错事情 但是却是带给我们伤害 未必是你的责任 但是别人的错失 带给你伤害 我们也会经历到 在我们所身处的社会 整个社会 政治经济的转变情况下 带给我们一些困扰 你也会体会到有些时候 因为我们坚守 我们的信仰 道德的立场 原则生活 而因此受到一些排斥 或者是甚至 毁谤的事情 这些事情 我们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到 但你一定要记住 当主说 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的时候 接着祂就说 你们要放心 放心去面对这些事情 原因是因为主已经得胜了这个世界 当我们读到彼得前书的时候 你发觉彼得前书 是说到很多 在末世的时候 焦徒要面对着各种不同的苦难 在上星期 大家记得 在圣经第四节 四章的其中的十二节 一直开始说到 焦徒群体如何在苦难当中 来面对试炼 神透过苦难成为了我们的磨炼 炼静了我们的人生 然后今天我们再思想的 提到在五章的五节到十四节 同样是说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信徒 如何面对着苦难的挑战 而我们应该持着什么的态度 来去面对 首先我们思想 就是圣经一开始就会提及到 在苦难当中有一件事很危险的 但这个危险最大是什么的危险呢? 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些可能不同的危险 或者当中会面对着有苦难 有压迫 有伤害 或者面对着有恶人 又或者是面对着一些绝症 这些的苦难出现的时候 你发觉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些问题正是那些危险的地方 但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你发觉圣经说 最大的危险并不是这些 最大的危险是失去了对神的信心 在困难患难当中 不再能够去信靠神 甚至离开神 圣经所说 被撒旦吞吃了 这是最大的危险 当我们读圣经五章第八节的时候 圣经特别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你们要头脑清醒 要警醒 你们的仇敌魔鬼 好像刨敲的狮子走来走去 尋找可吞吃的人 当面对着一些苦难的时候 你会发觉很自然人的心 出现了各种忧虑 担心 甚至对神的不信 怀疑神的慈爱 怀疑祂的能力是否帮到我 在这些过程里面 人如果不能够去警醒 就会进入迷惑里面 因此不信 因此很多人都会提及到 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我们不能够警醒 去寻求神的能力帮助 你会很容易跌入迷惑当中 我相信当彼得圣经说话的时候 他很清楚自己曾经跌倒 大家一定都会记得 当在赫西玛利园 主耶稣和门徒祈祷 吩咐他们 你要警醒祷告 免得 什么 入了迷惑 主要知道 如果你不去警醒祈祷 你会入了迷惑 但当时门徒们 他们不能够祷告 或者很担心未来 或者很怕 好像耶稣那样 将会被捉了 后来 当人来捉了耶稣之后 门徒就分散 就散走了 然后彼得跟随着耶稣去到祭司的地方 有人问他 你是跟他一伙的 他是做什么 他不承认住 三次不承认住 三次不承认住 一个人当他不能够警醒祈祷的时候 他就不能够逃避那些迷惑 甚至是不再承认住 请提到你们的仇敌魔鬼 圣经有很多处地方说到魔鬼 很多处地方说到 但是似乎在教徒的很多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好像都忘记了魔鬼的存在 因为忘记了他 所以有些时候就不会有一种警觉性 有些人曾经说 他说魔鬼最大的最厉害的工作 就是要人忘记他存在 让你觉得他是只不过一种可能恶的力量 或者只不过是间中出现 因此失去了对魔鬼的警觉性 先提到魔鬼是仇敌 这里仇敌的意思是在一个战场上 或者在一个法庭上 他是那种敌对的人 他是敌对者 要来攻击你 他是魔鬼 魔鬼的意思是在一个控诉者 或者有些地方也做一些诬猎者 是找机会来控诉你 找机会来诬告你 去诋毁你 大家一定记得 圣经提到魔鬼在神面前 控诉若白 你看看 他这么敬虔地跟随你 你试试将他一切物质的福气拿走 你看看他还敬不敬拜你 你试试叫他身体各种的病患 你看看他还敬不敬拜你 他一直来诋毁弱白 他突然之后 你留心有些时候 出现一些心思 一些警觉 可能会告诉你 你这样的人 你这样的骄徒 上帝怎么会理你 你自己搞定 你找方法 有时会在一些你想不到的情况之下 撒旦将一些试探 一些心思 一些心思 有些果子 吃了之后 你就能够像神一样 你眼睛明亮 能够分辨善恶 言下之意 就是他使人 去怀疑神的慈爱 神很自私 不想人得到那种能力 因此 夏娃接受了迷惑的说话 而违背了上帝 有些时候 你都会察觉到 撒旦在你心中 会给你一些控诉 但不是控诉你 而是向你控诉神 你说神还爱你? 为什么你发生这么多事? 明知道你要照顾 一个弱智的儿子 已经是分身不下 竟然现在你都病坏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些事情你会察觉 当你不去警觉处 去到面对的时候 这些的意念 这些的控诉 常常叫我们 失了对神的倚靠和信心 什么时候 我们失了对神的信心的时候 你会发觉 你的倚靠就会转移 你会失了从神那里 来给你真正的能力 也开始进入了 去拜偶像 倚靠其他那种情况 我不会忘记 在很多年之前 当我有一次的机会 来为弟兄 他的身上有的邪灵 祈祷 在这个过程里面 是很清楚看到 灵界的真实 恶者那种势力 他有一把声音 透过弟兄的口里面 说出来 不是弟兄的声音 在跟我对话的过程里面 突然间我听到他 在赚我 因为牧师很关心信徒 为他们祈祷 大概是这样的表达 当我一听的时候 我突然间有一种警觉 为何在那个时候 他要赚牧师呢 你知道什么原因 他很想你觉得 你是可以有力量 你有那种爱心来帮助人 因此不再依靠上帝 因此他就可以继续呈强 在那个时候 我不能够去说什么 但是他一直继续说 但是我不会忘记 在那个时候 我也是靠着主 我就奉主耶稣的名 吩咐他不准出声 我很记得在当时 看到这个人 当时他就 嗯嗯 他就闭口 不可以再说 我清楚知道 不是我自己 是完完全全 是主耶稣基督的性命 他的能力 来去驱赶 去捆绑恶者的势力 弟兄姊妹 在你面对着 撒旦的试探的时候 你要记得 你要依靠主 唯独主的能力 能够成为你的帮助 去驱逐 拒绝这些说话 也去赶索恶者 在你身上的工作 你记得圣经说的 就是圣经说 这个的恶者 是好像 咆哮的狮子 走来走去的 当时的信徒 一听见咆哮的狮子 他们很明白 因为罗马的政权之下 有犯人 会被带进那些的刑场 做什么 有走出来的狮子 到处来去吃那些犯人 因此他们一听到 爬哮的狮子 就想回那些情景 狮子咬小 那些犯人 血流披面 那种的情景 这些恶者 他不是被动地在 他是走来走去的 他是寻找可吞吃的人 也意味着 有一些人是不可以被寻找到的 因为他们警醒 祷告倚靠神的时候 或者不能在他身上 做什么事情 因此你知道 在今天的世上 你和我要面对着 撒旦的很多方面的攻击 也都透过很多的困难 去动摇我们的信心 在这个时候 你记得 你要祈祷倚靠上帝来成功 下期我们再看 当我们要抵挡魔鬼的时候 祂姓提及了几方面的途径 我们来稍微看一看 在《圣经》下期所提到的 当魔鬼来到的时候 祂姓就说 你要留意彼此的谦卑相待 好像无关的事情 但圣经很清楚地说 祂姓之间那种彼此相爱 谦卑相待的关系 正是敌党恶者的途径 大家一定记得 我们在十月份 曾经有的金句 我们读到 《彼得前书》的第三章八至九节 这里是另一个译本 不过大家都会记得 中间特别提及过 你们要深存怜悯 态度谦卑 然后就说 你们不要以恶报恶 以欲骂还欲骂倒 要祝福 天秘的一种表现 是能够看宠别人 尊重对方 到的地步 就算他以恶对我 我仍然要善对他 我以善对他 圣经说 你们是为此蒙照 我们整个呼召的目的 是要我们学习主自己的榜样 就是他爱受敌 他爱那些不可爱的人 因此他都呼唤我们 你不要以欲骂还欲骂以恶报恶 反而要祝福 这是你人生的 一个清楚神给你的方向 在其他经文 如果大家都记得 我们在四章第八节 过去提过 讲到末世的情况 在末世的时候 最要紧的是什么 彼此热切相爱 或切实相爱和合本 所说 因为爱能遮蓋许多的罪 请清楚讲述到 在末世的时候 面对着不同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 保持着那种 谦卑相待 彼此相爱的情况 过去大家会记得 在19年 当香港社会面对着 很多不同的社会运动 的冲击的时候 香港宗教会都面对着 很多外在的压力 但是一路观察的时候 你会发觉 最大的问题 不是外在的压力 而在那段日子 有不少的教会里面 出现了 彼此之间的争执 甚至我们说 一种关系上的 撕裂的情况 有彼此辱骂 彼此指责的情形 当思想回这些经历的时候 就让我们明白 若果将来我们要面对 其他新的外在的压力 最要紧的 要小心保持 以至于彼此之间的关系 仍然彼此谦卑相待 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够面对到 爱在的压力 面对着魔鬼 各样给我们的冲击 另一方面 你发觉 师兄说到谦卑的时候 不单说 顶姊妹之间 彼此谦卑相待 同时说 我们向神的谦卑 我们向神的谦卑 在经文下第六节 师兄提到 所以你们要在神大能的手下 谦卑 这样到料适当的时候 他必使你们高兴 师兄提到 在神的大能的手下 谦卑 在我本所说 福在大能的神的手下 师兄说到神的手 一般是说 是神自己的管教 神透过很多 会出现的困难 将它转化 成为了 对我们生命的一种磨炼 让我们在当中 领受管教 得到成长 同时 曾经提到 神的大能的手的时候 很多的经文 同时在说 神的拯救 神用祂大能的手 去拯救我们 去释放我们 有些时候 当你面对着 不同的困难的时候 你留意 既然是神所容许的事情 你就谦卑接受 这些困难 进入你的人生里面 正如圣经 我们也记得 在四章第十九节 我们之前读过的 不如大家读一读 这一节圣经 好吗? 因此 那些按照神主意 而受苦的人 在继续行善的同时 要把自己的生命 交给那信实的创造主 他是信实的 是按照神的旨意 而受苦的 在神的旨意之下 他让这些事情 临到我们身上 在当时 你继续行善 然后将自己的生命 交给那信实的创造者 他是信实的 他一定会保守你 赐给你力量 能够经过 胜过那些苦难 你在当中学习 福在神的大能手下 接受神给你的旨意 以致你能够在当中 得罪神 透过这些苦难 带给你生命的成长 和磨炼 你发觉在很多的 弟兄姊妹的经历里面 这些苦难 上上带给他们的生命 有很特别的 祝福和成长 我记得在两个星期之前 我来大家崇拜 唱过一首《回应诗歌》 当我唱到这首《回应诗歌》的时候 我心里有一种很特别的感动 这首歌《信徒要警醒》 诗歌在第四节 一句话说 他说 但你所经的艰苦使你传属我 过去生命有一些杂质 将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隔离 但在苦难当中 神好像一些磨炼者 叫我们的生命 这些杂质清除 我想回一件事情 就是 有一次有机会看到一些文章 在讲一些金矿 那些金矿 怎样能够变成一些纯金 有什么方法 就用高温的火来烧 金矿一般有很多银的质素 但是银的质素 需要去到一千三百度摄氏 这些银 就会氧化了 气化了出来 跟这些金矿分离 因此金矿变得更加的顺 经过了高温的火炎 的烧 然后才能够让金变得顺正 你和我都会面对着一定的苦难 但当你面对那些苦难的时候 要记得圣经所说 这些苦难是神给我们的试炼 唯要叫我们能够得到神给我们更美好的生命 而诗歌所说 你所经历的艰苦使你全属于神 幽幻时光终结 令你更加近神的保重 在这些情况之下 学习谦卑自己 信服在神自己的手下 按照他的心意来继续行善 继续信靠 你能够得到神要你得到的恩惠 我们再看 刚才我们提到 我们领前面之间的彼此谦卑相待 我们向神谦卑 然后抵当魔鬼的另一个途径 就是将一切忧虑射给神 这些圣经大家很多时候都会读到 在圣经第五章第七节所说 都请大家一起读一读这些圣经 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射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将一切忧虑射给神 我们有时候说不要射博了 要自己负责 但是这里不是说责任 而是说你将你自己不能够承担到的忧虑射给神 我记得我上星期有和弟兄姐妹提及过 刚刚去到一位姐妹她的安息礼拜 那星期有分享她在临终之前 有一些生活上的说话 她的女儿有一次问她 为什么你这么辛苦 面对着这么严重的病 有没有担忧 这位姐妹和女儿说 患病一定辛苦的 但是跟忧虑没有关系 我已经将我的病交托给上帝 所以我不再忧虑 我不必要忧虑 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心里有一种感受 没错好像有一些很简单的生活的态度 但里面看到一个很坚定的信心 没错神让我们有些时候经历辛苦 但是辛苦不必然就是忧虑的 因为可以将这些辛苦 这些病患这些苦难交托给上帝 这些人就可以不需要忧虑 先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射给神 当时你们提到射给神的时候 原来的意思是 是一次过很用力地抛走祂 将你的忧虑一次过用力地抛走祂 不再去拿回来 这是射给 那你说能不能抛走 有没有人接住 你放心 圣经这样说的时候 不是一厢情愿 你抛就抛 而是说有基础 那基础是什么基础 是因为祂顾念你们 因为神顾念我们 所以我们可以放心放胆 将我们的忧虑射给上帝 在我们未来的日子 你或多或少会经历不同的困难 不同的苦难 但你记得一个因素 就是忧虑尚尚尚引发人对神的不信 甚至你可以说是忧虑 是不信的前奏 当你长期在忧虑当中 你会产生一种对神的不信 觉得祂帮不了你 觉得祂不信神 觉得祂没有爱你 但当你有忧虑的时候 你记得圣经所说 将一切的忧虑射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顾念我们 而在当中 你会胜过撒旦对你的各种攻击 当你再读的时候 在圣经下面第九节也提过 你们要用坚定的信心反对祂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 信主的弟兄姊妹 也正在经历同样的苦难 面对着一些的困难 甚至产生对生命很多的压力的时候 圣经告诉我们 你要知道就是 这位上帝他顾念我们 我们可以将忧虑射给神 刚才所说 也都知道撒旦是虎视眈眈 刚才所说 正因为有这样的了解 你就立定决心去反对祂 去抵抗祂 也都意味着 你能够抵抗祂 你靠对主 你可以去抵抗 你不需要去 屈服在祂对你的 那种的试探里面 甚至你自己心里面 内心的一个决定就是 无论任何情况 我不会去质疑上帝 对我的慈爱 正如圣经诗篇所说 rose人所说 我会永永远愿 我看到藤牧师工作上 事奉上很新老 很忙碌 有一次我就问他 藤牧师你觉不觉得 很大压力 这么多的责任在你身上 他很简单 跟我说 他说没有 我拒绝压力 我心想 可以了吗 但当我听他这样说 那时候我慢慢明白 他在说 他将他的事情交托给神 是神自己在当中工作 而他自己不让自己 因为这些事情 而将这种压力 放在自己的心里面 这种意志 这种意向 是一种信心的表达 也是他自己愿意和神合作 让神的恩典能力在他身上 所以他能够可以继续坚持 来到去平安的心 来到去服事 不单止拒绝压力 你可以拒绝恶者 对你的各种的 加给你的伤害和压力 仍然坚定 我相信我信靠上帝 第一支门 圣经对我们的提醒 要去反对他 拒绝他 以致你能够站稳在真理里面 最后我们简单的提醒 你发觉圣经里面 一直在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在这些拒绝抵挡的过程当中 你留心 就是这些一切不是永久的 是短暂的 而神要始终将那种荣耀的应许赐给你 圣经在第五章第十节就说 他说 并他曾在基督耶稣里呼召你们进入他 什么呀 永远的荣耀 圣经提到永远的荣耀 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一些困难 好像很不相关 好像相反那样 但你发觉圣经所说 没错你在地上会有苦难 但你记得这些是暂时的 在你们暂受苦难之后 他会真正的使你们復原 这个意思復原是说 你恢复一个原备的人生 原备的生命 可能过去曾经受过损伤 受过亏损 但这个时候 上帝让你的生命能够从得原备 恢复神给你那种 荣美的神意里的身份 圣经讲道 神将荣耀的生命要赐给你 在你暂受苦难之后 他要叫你能够得着他 定义要赐给你的 各位顶姊妹 不要单单在眼前所经历的事情 留心神给你的应许 因此在你今天面对着可能有的各种困难的时候 愿意知道我可以继续放胆走 靠着神的恩典 我能够走完这条路 得着神要给我们完全的恩惠 和各种神要给我们的福气 在你面前的脑上 你尝尝和自己说 一生坚定信靠主 我们一起祈祷 你恶者 被我们在面对着试探 面对着攻击的时候 让我们仍然知道 将忧虑射给你 让我们深刻的经历到 你成为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暂立得稳 直到见你的面 仰望祈祷 祝祷 神明靠 慕虑